由于现在多数国中皆已实施常态编班的教育政策 导致许多学生家长将孩子转到私立学校就读 议员检次胜在今日定期会上表示支持学校能力分班的策略 并呼吁相关单位应该重视 以免让现在教育体制瘫痪 能力分班我真的比较爱做 有家庭生活很不好的 我真的很厉害有讨厌 我真的说好的学生跟班的学生 留下了以后他可能会跑去弄去 多元化教育的推广 除了支持校方开设技艺班之外 议员张维华也建议教育处未来能纳入投资理财的课程 让孩子从小就开始学习规划理财 目前在美国的国小课程 他们在十一二岁的时候 就开始怎么样子投资股票 怎么样投资这个不同的基金 到国中课程 那我是希望 我们目前在国小国中 跟这个计划处 一起怎么样子来建置我们 南投线的从国小国中的投资理财课程 县内许多学校都有记忆班且反应热烈 议员肖志全期盼教育处与警察局等单位对于各校的记忆班 能多加以辅导以及重视 避免县内学生吸毒的状况发生 有些孩子他比较不喜欢练书 相对的在记忆方面 也是需要教育处这边来做努力 同样的如果他没有 没有 他没有一个目标 他没有一个方向的话 这个小孩子就比较容易迷失 同样的染毒的记忆力 也会比较高 这个部分是不是 可以把我们教学家 要跟我们记忆教育处也能好好做一个沟通 把我们的关心 把我们对孩子的爱心 最无分的感受 另外 关于中兴国中棒球队被检举 相关事务已被送至监察院审查 议员曾正言特别在定期会上提出 希望县长及相关人员 能全力支持学生追逐梦想 并且与中央方面进一步沟通协调 借此还给该校的棒球校队 一个安逸的练球环境 希望我们中兴国中的棒球队 棒球队也说真的好 对我们全国的棒球 也可以提升它的水準 我们的教会会参与理事长 是对这点的项目 是怎么对我们的棒球队 给我们的联系 给我们的联系 我希望我们这个 请我们的管长 叫我们教会会参与理事长 我们的双向沟通 有什么问题 可以来改划 关于县内教育方向 议员在定期会上提出多项建言 希望相关单位能采纳实施 以让我们的国家未来动量 对学习充满更大的报复 民意新闻 廖伟林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 应该要提供的 曲检查 都在想办法 监制